清晨八点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家零工驿站 陆续迎来了灵活务工人员 驿站内空调 饮水机 可借用工具柜等设施一应俱全 还设置了洽谈区 休息区等功能区 为求职者和招工单位提供了诸多便利 以前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接送孩子上学 年初就是接到给介绍到这个零工市场来 每天接着这个工作也能挣小三千块钱吧 去家里跟老人聊聊天 给老人做饭 给老人做保洁 感觉比以前充实了 现在走到外边以后长了好多知识 保险什么都有啊 什么条件挺好的 这里面他也搞水电的 专修的 活挺多的 他活现在活也少 这里面有活打电话挺方便的 咱们住在附近就来了 活着这么多 现在都是包活嘛 怎么一个月七八千嘛 我想找个工作 我想打个零工 短期的 还是按小时的 还是按节假日的 我们这个表上都都有 扫码他就可以都登记了 如果有这个活的话 我们及时就给他打电话 我们是专修工师 以前嘛 刚开始像我们这个时代桥头啊 近代市场门口啊 找了什么零食工啊 都上那地方就找去 最早的时候找那个零食工的时候啊 没什么保障 现在帮这个零工市场啊 他们什么上保险啊 还有什么如果产生什么纠纷啊 都是零工市场 他们推理 一打电话 他们假如我明天需要几个人干活 你打电话 他们就可以安排了 几分钟的事 对我们那个零工难为或者本人嘛 专方都有好处 据站点工作人员介绍 周边社区上门照料老人的服务需求较多 旺盛的需求为附近社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有在就业需求的退休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 今年年初开始成立这个零工驿站 目前的话登记求职再测的求职啊 有5000人左右 每天派当量是活跃量持续保持在300以上 8点半以后就开始入户 入完户之后刚好中间中午啊 就去老人家里边做个饭 下午就继续做巡视探访 服务项目像咱有上门注意的 包括说是陪诊等等吧 过去在路边敦活的招工用人模式下 工人与用工单位达成口头协议后便开始工作 一旦出现工人受伤 工作质量不佳等情况 双方解决纠纷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分歧 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出现任何纠纷 然后我们零工的市场的工作人员借助去调查 调查完之后反馈回来 到底是谁的责任由专业的人员去评判 零工市场我们现在就是中间的一个平台 来促进双方沟通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经过我们调查 燕山目前大概有两万多这种小老人身体也比较硬朗 然后也有这种求职需求 所以想通过这种零工的方式去带动他们的就业 也促进他们的收入 下一步我们也是按照分层分类 多点布局 覆盖全域的这么一个发展理念 在两岸大学城有这种高端需求的这么一个区域 我们也在规划 建设 零工驿站 搭建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零工平台 满足所有人群的这种就业需求